天气开始炎热 又是并没闻之声的季节 吉安乡公所3月份 开始进行了登革热的防治作业 今年更走进各个福气站 文件站和关怀据点 先向社区民众进行卫生教育的宣导 邀请乡亲从自家周围开始 落实寻导清刷四步骤 共同来维护环境卫生的健康 天气开始炎热 又是并没闻之声的季节 吉安乡公所3月份开始进行 登革热防治作业 今年更走进各个福气站 文件站还有关怀据点 先向社区民众进行卫生教育宣导 防治登革热并没闻的宣导 走入社区健康站 走入社区 透过每年三次的防治登革热的 18寸的药剂喷洒以外 我们相信要带来的是 乡亲满满的正确预防的观念 和行动力的推展 我们希望透过了吉安乡公所 清洁队的努力 以及乡亲维护环境整洁 来共同倒掉纯水 跟多余的渗水 以及户外的一些决绝生长的 这样的一个水 来做好寻、盗、清、刷、落实的工作 这样才是治根幼稚本的一个环境维护 很重要的工作 18寸我们有45个以上的健康站 文化健康站 以及关怀据点 希望老大人在生活的中招 共立吉安乡 来维管我们的环境 来共同的推展我们环境的维护 吉安乡亲一队带来宣导看板 还有家中容易吸水的容器物品 向乡亲说明 寻、盗、清、刷四个步骤方法 提醒民众从自家周边开始着手 杜绝并没闻资深源 同时清洁队也向大家报告 18个村喷洒药剂的日期和时间 请民众预先将门窗关闭 衣物和食品都收到室内 乡长游淑珍表示 吉安乡连续多年 荣获亲近家园第一名的殊荣 是靠全体乡亲和公所团队共同努力 期望今年夏天 大家也做好防治工作 不要让登革日病例在吉安乡发生 介续会吉安乡报道